什么样的战争经历 让她在遭受巨大的心理冲击后 选择来到中国 依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危险飞行 她又如何机智化解 外国人在中国 为您精彩呈现美国女飞行员的中国情软 金贝利 出生在美国中部的厄克拉哈巴州 从小热爱飞行的她 1989年大学毕业后 成为美国空军C130部唯一一名女飞行员 中国民航发展 正值黄金时期 高额的薪资待遇和人性化的管理 让越来越多的外籍飞行员纷纷加入 2015年10月 金贝利被中国云南 翔旁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落去 成为公司唯一名女机长 临近春节 昆明到处一片热闹欢腾的景象 这不由的让金贝利 想起来了美国的亲人 其实表面上看 高薪光鲜的飞行员工作 非常令人羡慕 但背后 这份职业既辛苦 危险性又高 压力也很大 至今女飞行员更是少之又少 那么金贝利又是如何成为了 一名女飞行员的呢 这还要从她小时候 那段生活经历说起 从小就梦想做飞行员的金贝利 在俄克拉罕马州读大学时 终于等来了机会 这座大学附近 有个国家气象局的机场 学生可以在这儿学起飞和降落 大学期间 金贝利就已经学会了 基本飞行 仪器导航飞行和商业飞行 长继优异的她 在叔叔的帮助下 如愿进入了美国空军 然而金贝利并没有意识到 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 却让她感到归心失望 我要去飞虎博物馆 金贝利有个特殊爱好 不管到哪个城市 总会跟人到处打听 与军事有关的博物馆 或者军校 今天没有飞行任务 她听说 昆明市博物馆内 有个飞虎队纪念馆 特意坐出租车来到了这里 其实 她是带着自己多年来的 一个未了心愿而来 很多年来 金贝利一直在寻找一张老照片 照片的主人叫皮特霍德华 是金贝利大学时第一位飞行教员 也是金贝利至今最爱戴的一位老师 作为美国空军一名将军 皮特曾加入过飞虎队 帮助过中国 而飞虎队所取得的丰功伟绩 让金贝利不仅钦佩 也开始对中国这个国度向往 2000年 82岁的皮特霍德华去世后 金贝利开始寻找她的照片 金贝利和皮特霍德华 身后有意的建立 还要从1991年 23岁的金贝利参加的 沙漠风暴行动战争说起 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 皮特霍德华 曾给予金贝利莫大的帮助 卡瑞系统集合了西方 可思议 但我认为是17月1991年 我们对亚洲和 Saddam Hussein的船舶 实际上,我认为是 亚洲船舶船舶的危险 最多的时间 在我不同的船舶 注意到您的支持 网页 只继续 别